民述记 第36章 约瑟子孙的宗族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基列 他父系宗族的领袖 来到摩西 合作领袖的以色列 众父系家长面前说 耶和华曾吩咐我主 抽签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 我主也遵照耶和华的吩咐 把我们兄弟西罗菲哈的产业 给他的女儿 他们若嫁给以色列别个支派的人 必拿走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 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我们抽签所得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到了以色列人的洗年 他们的产业就必加在 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 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 就要减少了 摩西照耶和华的指示 吩咐以色列人说 约瑟子孙支派的人说得有理 关于西罗菲哈的女儿们 这是耶和华吩咐的话说 他们可以随意嫁人 只是必须嫁给同宗 他们父亲支派的人 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 就不会从这支派 转到另一个支派 因为以色列人 要各自守住祖宗支派的产业 凡在以色列支派中 得了产业的女儿 必须嫁给同宗 他们父亲支派的人 好时以色列人 各自承受他们祖宗的产业 产业不可从一个支派 转到另一个支派 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 要各自守住自己的产业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 西罗菲哈的女儿就照样做 西罗菲哈的女儿 马拉 德撒 荷拉 密加 罗阿 都嫁给他们叔伯的儿子 他们嫁给了约瑟儿子 马拿西子孙宗族的人 他们的产业保留在同宗 他们父亲的支派中 这是耶和华在约旦河边 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 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和典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